你做得很好 或者叫你國色名 是不是超開心 我也開心的 例如何太之後我都下一句話 多謝 不過還沒加的 那晚頒獎典禮 就是王志民宣佈 頒獎給你 我們其實是有密謀的 就知道王志民是他最好的朋友 有他宣佈和頒獎 我想大家都會很想看 幸好王志民在那裡聊天 什麼意思 因為我在那裡說 找誰要頒獎 但如果王志民這樣看著我 我很怕他知道了會說他的名字 說Tandace的名字和頒獎給他 王志民沒有留意我說什麼 就跟隔壁在那裡聊天 他跟詩華在聊天 對 詩華在聊天 我說正好時間 一捉著他 你幹嘛聊天 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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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賣 他又猛盛盛 那一晚真的沒什麼做 他也跟我說今晚不用搬了 所以很容易 一個很輕鬆的 所以就聊天 如果大家看回 他馬上就已經流眼淚 很替你開心 那你也很驚訝 我絕對很驚訝 因為他明明跟我說他沒什麼做 而且我其實也知道 我那種類型很強 很強 還有前輩 我很難想像自己 首先提名 還有獲得獎 整個星期都好像在做夢 人們恭喜我 謝謝 但我又不是很 很消化到 是一件真的事 對 真的沒消化到 有這個成績之後 有沒有馬上跟我爸爸媽媽說 他在現場的 speech都已經說 他們怎樣說 他們怎樣回應 我媽媽是有開心的 但她又不是很開心的人 她比較傳統的人 那現在就好了 你有沒有跟他們說 你們當年反了入這個圈 是不是看錯了 不敢說 不敢說 你以為我會覺得是你嗎 是 會嗎 會嗎 因為我爸爸睡了 我那晚回到去 第二天他就在我房門走過 之後他就看一看我 決定了 但他是很傻 很一種 他這樣說 已經是一件事 他沒試過 跟我說一次決定 所以 挺好 很耐臉 很開心 你的演出 你父母會不會看 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會看這件事 但我爸爸沒有看 我媽媽多數 留言都是 廣東話 中文字咬得不夠清 演戲這些 可能 他自己不是專門演演戲 他就說 總之他覺得 可能有些位置 他感覺得不太好 他不會懂得表達 但主要一個問題 就是我肥 是嗎 你也肥 我那天為了裙子 是三天沒有吃過東西 幸好你沒有暈 所以現在盡量保持 他現在做電視要求這麼高 你也叫肥 現在盡量保持 希望瘦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開心又吃 不開心又吃 我想問問趙希樂 爸爸媽媽小時候 反對你入院圈 反對成怎樣 你要不要答應他 我起碼拿了讀書 我才會參加港姐 有沒有那些承諾 港姐我是靜靜雞 靜靜雞 對 因為簽了東西 我就回到香港 其實我跟爸爸說 我在香港做summer job summer time 所以你爸爸也是律師 對 他們就飛過來英國 但我自己就買了機票回來香港 是我人生最頑皮的一件事 我沒有人 因為我覺得自己年紀越來越大 如果我繼續讀下去 我不想老了才後悔 就是我令他們很開心 做了一件他們很喜歡的事 但我自己會遺憾一輩子 沒有去嘗試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 我剛才問你多少年 你都說12年 對 12年才得到人認同 得到這個獎 中間有沒有一些 你自己都後悔 即是 差點離開 我在等甚麼呢 絕對有 因為前幾年可能一年都沒有劇拍 可能因為劇有些調動 或者很多事情 所以 但我幸好就有 賺食飯糰 或者其他variety job 可以被我捱過了這一段時間 所以 但當我每一次接到任何角色 我都會很努力 盡量想好去做好那件事 因為對我來說 每一個機會可能只得一次 這個監製用完一次 你做得不好 他以後都不會找你 是 所以我 我希望盡量 可能一 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在演戲裏方面 你的樣子和說話 詩文又乖女 但你經常接著角色 又變變太太 為什麼呢 又是 其實不是的 我之前一直接的那些很乖 只不過 乖得太 誰的角色開始變成 應該是八卦神探 是 就是李獅哲和萬二蚊 蚊蚊 那時候 誰發掘到你看到你有這面 要多謝張乾文監製 還有盧美雲編審 他們兩個給了一個機會給我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和張乾文監製 聊天 其實我也有興趣去試一些 不一定是乖的角色 因為我之前和她合作過 我是一個很乖的女生 然後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不同類型的電影 和Documentary 尤其是Murder Crime這一類 我也很有興趣 是願意 我也非常之歡喜 你希望可以 試一下轉 但你又怕不怕定型呢 因為我看到有些報道說 娛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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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是娛傭 我是娛傭就好了 我就在中間不用過一年 沒事做 但當你發現一個新的角色 新的做法 那部劇出街有迴響 你出街吃飯 可能會有人叫你角色名 那是否很有成功感 很開心 第一套是勇仔 我是一個男生 所以可以的 其實我做每一個角色 我不會想會有甚麼迴響 我只是想好 在做的時候做好 對 我沒有想到那麼長遠 我一向沒有計劃 但當出街的時候 真的有觀眾說 你做得很好 或者叫你角色名 是否超開心 我也開心 例如何太 之後我下一句話 多謝 不過我還沒加 那人很八卦 很想回頭 放暑假偷回來香港參加港姐 父母又飛去英國 後來怎樣 我簽了 同一個公司 要先確定自己入圍 否則按照他 也沒用 我入圍了 簽了 可以打給他 之後就打給爸爸 叫他 你還是先坐定 不要 在做其他事 他真的混了 那一刻他說 你有甚麼要跟我說 我很記得 到現在都記得 那個conversation 我在想 是否pregnant 你開一個大一點的 給他看 我大了一套 原來不是也好 你說姐姐 這樣就變得沒事 對 你很厲害 應該 你那一刻嚇死他 我想想他很害怕 你有沒有叫媽媽聽聽 還是爸爸聽 說了給爸爸聽 說了爸爸 搞定了爸爸 媽媽要搞定 爸爸比較容易說 不是 爸爸比較難說 所以媽媽會比較容易 爸爸也反對不到 你媽媽也有點想 然後爸爸說 你怎麼做 我沒有這樣 我參加香港小姐 蛤? 那不要參加 不行 我簽了藥 蛤? 你解藥吧 不行 要賠很多錢 你選的時候 你答不到他的位置 那時候他不是在香港 他看不到 那份合約不是在我 他沒有 他沒有 你選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回來 支持你 爸爸不在香港 媽媽有 那態度上呢 太久了 真的不記得 態度上呢 你有沒有真生氣 真的生氣到整個過程 只有你自己在 你知道選擇很大壓力 因為他們那段時間 其實他們不在香港 幸好 所以我覺得又好一點 你寧願是這樣的 我寧願是輕鬆一點 我很記得那段時間 要不然你回家 還看到他們那時候 黑黑黑黑的那怎麼辦 你記得什麼 那時候 我只記得 At least 我很記得 頭那段時間 他一定不是在香港 因為我自己一個因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的安排 又不太懂 化妝我不懂 整頭不懂 買衣服也不懂 什麼都是摸摸摸 之後沒多久 我們就訓練 然後又飛了 所以那段時間也是少見 那段時間 好爆 終於入到五強 他們有沒有 你感覺到丁點開心 那些 沒有 其實從頭到尾都反對 不過他現在拿了這個 認同 就真的開心 我希望好一點 往後你想怎樣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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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